今天早上有冰,轩娃子觉得好冷 她就提着椅子到屋子旁边去口柴火 这时还好,提着椅子没有摔跤 把椅子放到柴火旁边 她把小狗也抱到那里去烤火 看那样子很喜欢小狗,随时都离不开它 抱起小狗就坐在那里烤 动来动去想把它放好 最后把它的小腿扳开,让它烤暖火 烤了一会,把小狗放到椅子上坐起来 就去捡柴火 轩娃子说,多捡点柴,就烤得久一点 转过身又去捡 等它捡柴火的时候,小狗就跑了 就又把它捉回来 她亲切地问小狗,你怎么不听话就跑了呢 轩娃子抱着它在那里烤 那小狗身上烤暖火了 小狗就要走 她知道小狗要去睡觉,就把它送到狗窝里 放到里面,还好好的给小狗盖起来 小狗看到轩娃子很细心地盖好了 就放心地睡觉 不听话 不听话 打开